回报 元晴 孙小桃那边有什么动静 立刻告诉我 对了 新妾女那边 怎么还不开机啊 你赶紧问问 好 嗯 我跟你说 这本《还魂在爱你》 这个剧本写得还不错 跟我们的新妾女很对落 我想把两个剧本结合一下 然后再把年代从民国改成现代 现代 对啊 哪怕是推迟几天开机都行啊 这个剧本你是从哪里找到的 是孙小桃发过来的 说是帮朋友推荐的 孙小桃 有点意思 之前不是说我们这个戏的 女二号档期有问题吗 那好 你把孙小桃给我找来 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 因为丑 那你可以戴好看的头盔啊 气球丑 你干什么 如果你觉得气球不好看的话 我就把它拆下去啊 没必要 你喜欢就好 不需要听我的意见 刚刚明明是你满口嫌弃 气球也好 约定也罢 反正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我不关心 你都听到了 你们说那么大声 你以为我想听到 宋哥 喂 宋哥 你怎么哭了 怎么回事啊 天佑 天佑 天佑回来了 这是我那位的最大的角色 我老宋终于出场了 好了 好了 这是接近苏远晴的好机会 你放心 合同我会把关 演戏的时候你需要我 我也会出现 我不会干涉你们谈恋爱 但请你不要忘记我们的契约 回去吧 我累了 对了 你跟周毅然在一起 苏远晴一定会有所行动 把握这次机会 把她画套出来 好 孙小桃 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呢 不要停 别去想 你最主要是